上一集我們說到我們喝了一個很好喝的 Strawberry Milshake 接著去了Pegna集科店 今集會帶你們看一下我在Florence最後會去的梅迪奇宮 一起看一下為什麼 現在來了梅迪奇宮 梅迪奇禮拜堂 然後裡面過了安檢之後就可以進來參觀 這裡有一些畫 可以看他以前放了什麼東西 墳墓 雕塑 文字記作 我們現在來了梅迪奇禮拜堂 我們其實在閉館前一小時進來 但是進來之後我們就發現我們好像入錯了他們 不過我們原本以為是去他們以前的家 但是我們最後去了 印尼的墳墓 對 我們去了他們的家族寧墓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展覽 展覽裡面就是一些很漂亮的裝飾物 但裡面每一個都裝著他們家族的人的 或者一些聖人的蟹骨 蟹骨 蟹骨 對 可能牙齒 頭骨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骨 一些腳的骨 一些很長的骨 總之他們就陷在裡面的某一個位置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給了九歐進來 我們走上去再看看上面是怎樣 我們現在來到梅迪奇禮拜堂的放六個大佛墓的位置 然後其實它這裡最好看的就是叫做裝冠 又不可以說好看 就是它這些裝飾 還有它上面這些壁畫 那它這些壁畫就是它這裡最著名的東西 就是說它很精緻 還有它在現場看是會金光閃閃 是發光的 這些每一個棍 下面才是他們的屍體 就是這個石碑後面 但是反而就不是在這個東西那裡 那接著它還有 對 這樣一些雕像放在一個棍上面 那這個梅迪奇禮拜堂的中央六個墓碑上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壁畫 那其實可以從這裡開始看 這個就是Adam and Eve的 在創世紀的時候被神驅逐出伊甸園 然後這個就是之後發生的事 我都不太肯定是什麼 然後再次回到就去到耶穌誕生了這個 在馬曹裡面 救世然後死亡 然後復活升天 然後再在天國裡面 再成立它的皇國 跟神一起永遠常在 所以其實這個壁畫真的挺細緻 還有精彩 進來禮拜堂 我們就發現這裡有很多雕像 但是它下面都是墳墓 那這個雕像就是關德斯和當時 那就是在1531年至1532年系列 然後整個就是這樣 那個男人就應該是準備要起床 女生應該是要睡覺 那一個就代表德斯一個代表Don的意思 然後轉一轉身呢 在這一邊就有一個是Day to Night的代表 那看回她那個介紹呢 她就有說到如果是Day的話 是一個男性的image去代表的 Night是一個學生一個睡覺覺的女人去代表的 那呢 如果是她們的樣子就這樣 那個男的為什麼是比較unfinished呢 就是應該是她們的樣子比較粗俗 但是那個女生的樣子就比較 就是好像有打磨過的樣子 那上面那個應該就是那個死者 那就是這樣一個禮拜堂 還是一個仔衣房 我也不太知道怎樣叫這個地方 那就是出名這些雕像和這些墳墓 下面就是兩個我不建議大家去梅迪奇禮拜堂的原因 我們的食物來了 我首先我點了一個海鮮意粉 有蕃茄的 然後有魷魚 青口蜆 這三樣東西主要 然後我有一個Rose wine 它這裡就寫著它是沙沙餐廳的出品 你那個 那是一個露筍和黑松露的意大利飯 它是鮮剖了黑松露在臉上 我們嘗嘗好不好吃再reveal 但我們可以reveal一下剛剛的晚餐 剛剛我的黑松露在一點味道都沒有 連他一個不吃黑松露的人都吃不出有任何味道 對啊 咬著那個黑松露 我覺得好像在咬一塊爽口的東西 然後我的海鮮意粉 其實它也挺重的 調味料味的 但是其實它的海鮮比較單的 其實它可能 全部都是桃油 其實我可以說 大部份都是桃油 然後其他的青口 蜆 它不是說不新鮮 但是也不是說很鮮味 現在進入中央市場了 這是不是那些香港的高點 這個好像每個人都自己一組 不是啊 像是煮意粉 我們想去預約一個課程 這裡有很多啤酒檔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炸雞檔 還有豬肉 還有雞肉 還有蚊 這個應該都是薄餅 這個是小籠包 這個是小籠包 中式的蒸的Refioli 蒸的Refioli嗎 是啊 OK 然後這一攤是吃Hamburger的 哇是八爪魚啊 好多肉啊 好多肉啊 這個Plata 等一下是不是有Pancetta 噢沒有啊 小籠包 還有甜品 有非常多的甜品 非常多的芝拉桃 還有更加多的甜品 然後這裡有壽司 這裡有雅周夜了 那大概這裡還有一個這樣的場地 這裡它剛剛鏟起了麵糰 然後在這裡自己拆開一個Pizza 哇 哇 超酷 可以再看看 這裡有蛋麵 這裡有蛋麵 有蛋麵啊 有一些長蔥粉 又不是長的 有些柳文粉 有些Refioli 批凸 可以支剩ion而已 你可以自己選沾糖 應該切一下 好嗎? OMG 多少港幣? 八幣是嗎? 看多兩眼好 整塊 好可愛 Fresh Truffle Dish 買了衣服 好 那你給這個Truffle是好吃的 因為給他買了 有Truffle Pasta 有很多Truffle 其實好像羅馬是有名Truffle 但我不知道Florence是否有名Truffle Follow Me 等我們一起去看這間雜貨店 這間店主要是賣 意粉、橄欖油、蕃茄醬 一些杯碟 還有水瓶 有很多很精緻的餐具 真的很難帶回香港 但可以走 外面有Poke 其實這個市場也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即是不愧為中央市場 這裡還有肉檔 哇 這個跟莎莎的牛扒差不多 這裡賣多少錢 28歐一KG 我們昨天是45元一KG 其實煮完給馬來的地方 我們坐都差不多了 這裡有五花腩 有腸 有一些給你選擇去煮的 一些調味的串串 哇 它有這麼多醬 有很多一口 對 Hamburger 煎炸 這裡有炸雞 這裡也很流行炸雞 這裡也流行炸雞嗎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一個上二樓的地方 據我所知 牛肚包是上二樓去找食物 一樓就是我們剛剛看了的地方 上到這裡什麼都沒有 找一下 我們剛剛發現了 原來牛肚包是在一些外面的位置 或者是要早過5點到這個中央市場才會找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離開中央市場了 我們現在因為中央市場沒有牛肚包可以買或者看 我們現在就去超市那裡 打算買Planchetta 就是五花肉火腿 那看看我們能不能找到 好我們現在來到家 即酒店附近的一個超市 這個就是在意大利 很出名的 會用來做前菜 炸了南瓜花的位置來做前菜 那他們每一個菜單都會有一個 Jucci Frito Jucci就是這一塊南瓜花 Frito就是炸了它來吃 我可以說一下我們去了羅馬 還有去了佛萊倫斯 有什麼感覺 我們覺得 羅馬是小偷沒有那麼明顯的 起碼我們在那裡沒有看到別人撞人 或者我們自己也沒有被人撞 但是會是 看到可能有些人很形式可以這樣跟著 但是隱瞞一隱瞞它就會走 但是去到佛萊倫斯這裡 我自己親眼見過幾次有些女人是美女的 尤其是她會撞去路人家 或者是旅客那裡 你覺得呢? 我覺得都差不多 我覺得羅馬稍微 落後一些 還有多一些窮人 就是老宿者那些 還有我們兩個都覺得 羅馬那裡的路是比較 差的 就是他們那些路是比較 粒粒粒粒 崎嶇不平 但是佛萊倫斯就比較現代化一點 也是 比較多一些城市化的東西 例如 他們的路都已經是漂亮很多 其實比起羅馬 但是你在羅馬那裡 就會看到很多東西 都還是好像以前古城 那樣 我覺得是好像 給到我想旅行的那種感覺 但是就 你說安全感來說 如果是一大幫人就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每個地方都差不多 但是好像我這個旅程 我就跟另一個女生朋友 那兩個人呢 都是覺得好像差一點點 那樣 就要經常性都很安全才行 那我們 對於這個地方的review 就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這個佛萊倫斯的旅程 就來到這裡了 下條片再見 記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拜拜 拜拜